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小朋友你好 我是刘文阿姨 好开心又可以在成语故事时间跟你碰面了 有没有听过三人成虎这个成语呢 这个成语挺普遍的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 那三人成虎从这个字面上看 三个人为什么会变成一只老虎呢 不是这个意思 当许多人都说有老虎的时候 纵然是假的 也会使人信以为真 那用来比喻 谣言是能够以假乱真的 那三人成虎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让刘文阿姨来说给你听 在战国时代 各国之间时常互相攻打对方 为了使彼此能够真正地遵守友好的条约 那国与国之间会交换太子 作为人质 太子就是国王的儿子 以产生彼此约束的力量 那有一回啊 魏国大臣庞公他陪太子到赵国去当人质 庞公在离开之前呢 跟魏王做了一番交谈 他说 代王 现在假使有一个人 未向您禀报 说街上出现了老虎 您会相信吗 庞公他非常认真地问魏国的国王 那这个魏王他就说了 当然不相信 庞公就在问了 那如果啊 有第二个人也来报告同样的事情 说街上有老虎呢 魏王就回答说 那就令人半信半疑了 那庞公又继续问了 如果是第三个人也来跟你报告相同的消息 说街上有老虎呢 魏王他就说 那就不得不相信了 那庞公呢 这个时候就利用这样的一个例子 来向魏国的国王劝告说 在热闹的街上出现老虎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经过三个人不断地重复 似乎就会成了事实 我这次要去的赵国 比外面的街道还远得很 那些会来议论我的人 恐怕不止三个 希望戴王能明察真相才好啊 于是魏国的国王点点头 答应了庞公的请求 但是在多年后 当庞公回到魏国 他的担忧果然成真了 被谣言迷惑的魏王 根本就不再召见他 也不再重用他了 这个故事啊 本来是在讽刺魏王的无知 但是后来隐身这个故事 成为三人成虎 这句成语 用来比喻 有时谣言再三地重复 也能使人信以为真的意思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有没有曾经被不真实的言语 也就是谣言所伤害过的经验呢 当别人误会我们 传说这些不真实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感想如何呢 一定很伤心 很难过 对不对 所以呢 刘文安也要鼓励你啊 当你听到一些事情 还没有经过证实的时候 千万呢 不要再把它传给下一个人啊 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要学习 对于别人所说的一些 听起来呢 很夸张的言词 我们要有判断的能力 看看这些是否是真实的 千万不要成为一个 与别人一样散播谣言的人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三人成虎这个成语 要怎么运用 你可以说 谣言的可怕就在于 三人成虎 说的人一多啊 就会使你弄不清事情的真相 好 你还想到要如何运用 三人成虎这个成语呢 赶快把它写下来 好 那今天的成语故事时间 就到这儿 要跟你说拜拜咯 不要忘记 下回的成语故事时间 刘文阿姨在这里等你哦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